前段时间西梦瑶为和欧君生下儿子之后 赌王四方不仅在拼人头 争家产的战术上领先了一步 这个新增的小成员还是赌王的长孙 一时间外界都觉得在三四方之争中 四方隐蔽很大 然而还没过多久被赞誉赌王家族最美的 前金小姐何超颖再次传出习讯 将人气小生豆腰带到家中探望自己的母亲 一副是要加速赶超四方进度的样子 其实之前何超连和豆硝都已经传过习讯 何超连被报已经去加大坝见过男友的家长 还没还报道说两人只要结婚就会有五亿的奖励 生孩子后又会有五亿 为此豆硝还推掉了戏 急着做赌王的女婿 只是豆硝心急当这个千亿女婿 但目前有没有获得赌王和三派的共同认可 就未必了 就在这两天不少营销号都在讨论 何超连带着豆硝回三房大宅一室 认为豆硝既然已经进了何超连的家门 意味着两人好事将近了 这次豆硝终于让见丈母娘 面对在国内外非常知名的赌王家族 豆硝显然非常的自信 两人现身机场之际就被港媒敏锐的捕捉到 在机场小两口时只紧扣出家 期间也还玩去了行李箱 非常亲密 豆硝甚至还坐在行李箱上逗你要开心 热得何超连不舍大笑 据媒体爆料 豆硝这次豆硝的行程已经提前准备了 三姨太安排了保姆车在机场外等候 豆硝再一次展现出顺势风筑 让女友先上车 自己亲自去打点行李 一点没有因为马上进身豪门的公子爷家子 一行人都上之后 开车去了赌王所在的医院 只见何超连这时戴上了口罩 进去医院看医生 之后他又独自一人走上了电梯 似乎是去看望赌王 但这次豆硝并没有陪女友一起上楼 坐在大堂安静的等待 女友归来 直到何超连归来两人才坐上保姆车 返回三姨太的豪宅 但既然豆硝已经跟他回了香港还到了医院 何超连探望爸爸竟然没有带上男友一起 之后两人一起回到三房大宅 相信豆硝已经见过三太了 许多网友也觉得这意味着豆硝的准驸马身份 得到了认真 但是小别觉得虽说豆硝或许已经得到三太的认可 而唯独没有去陪豆硝见赌王 连探望赌王的机会都没有 这件事则非常耐人寻味 难道非要等到大理之前感情特别稳定 才能见赌王吗 这不就说明豆硝想当上一千亿女婿 至少还差搞定赌王这一关 不过赌王家族始终遵循着过大礼仪式 如今豆硝还未正式确定彼此关系 近家长恐怕也是在商议此事 毕竟两人年纪都已经不小了 但何超连在此前继续采访时说 谈到婚事只表示顺其自然显然不太着急 而如今不但发现四一太一家喜舌不断 带来了第五代长孙 还被赌王亲自替名带有绳子 明显可见其重视程度 这点恐怕三盈他也有一些暗暗着急 将女儿婚事提上了日程 自然也不例外了 豆硝也已经31岁 而何超连也已经28岁 这样的年龄虽然在艺人群体里 并不算大龄未婚 但放在普通人家庭中 已经算是比较着急结婚的年龄了 加之两人感情看起来特别稳定 谈及终身大事也自然而然的发生 如今的四方已经有了孙子又有了孙女 四一太家更是表示还要继续听听 想必三一太已经一直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 毕竟豪门家族虽然看似逢品浪尽 实则内部还有着不一定的争权夺势 不然大方一脉 如今也不会如此落魄 如今度销前往赌王家族 虽然还没有见面赌王 但显然还是有机会的 这次得到了三一太的仔细审核之后 应该还会在面见度王 期待着逗小的好消息 好了 今天小师姐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娱乐资讯 或者明星的八卦新闻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小师姐会第一时间为你呈现哦